大家好,我是小麻朵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大野狼與小蛤蟆 你看 然後我要翻越了 他們本來要跟他拜拜 然後他發現了大野狼 他想要吃牠 誰要吃牠? 大野狼要吃牠 翻野 然後他先把阿嬤吃掉了 變牠是阿嬤 大野狼把阿嬤吃掉了 然後他穿上阿嬤的衣服 好,然後呢 哇,大野狼有刷牙嗎? 沒有 那小紅帽跟牠說什麼 你是誰啊? 我是你們的阿嬤 你怎麼鼻子那麼見不想阿嬤 小紅帽很機靈對不對 好 有一個獵人 有一個獵人發現牠們兩個都被吃掉 然後他放石頭在那裡面 他就把大野狼肚子剖開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 如果有機會你可以買到這六本 我們買幾本阿? 我們已經沒有 沒有耶 那這個美人魚的嗎? 有有有這個 對對對 記得分享還有訂閱還有按讚 謝謝大家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今天就分享完這本書了 這本書叫什麼呢? 大野狼小紅帽 我剛才唸著這本 你剛剛的是我愛唱歌小鋼琴對不對 謝謝大家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好的